第2168集 山河剑 妖王沟 妖后眼波流转,并无半点退让之意,物子微笑道 这事我不让呢 云上人一声长笑 妖星儿,这可是你逼我的 二话不说,浑身上下的衣衫无风自动,满头长发根根飘扬,眼如厉鬼,一直守在虚空一抓 一口金芒闪烁的长剑,突然就那么凭空出现在他手中 这就是你的随身配兵山河剑吗? 妖后弯刀前指,胆然说道 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年岁月,申和剑与妖王沟没有碰到过来 今日 咱们就让他们之间分出个输赢胜败吧 圣君一言不发 已懂不懂 但手中长剑 却恍如自发地化作了十柄白柄千柄 慢慢地 在他身前 一座剑山慢慢形成 妖后手中的弯刀白光闪烁 一股白雾默然腾起 随即那把刀就被白雾笼罩,再也看不到了 圣君手上这把剑 那就是九重天却公认的第一神器 山河剑 全名是乾坤社稷山河剑 乾坤社稷山河剑,剑在手定河山 任他地覆天翻,任他星河倒悬 山河剑在手,天地在心间 这口剑是九重天却最高权力的象征 也是第一神器 无剑不摧,无牢不破 而妖后手里这把刀 则是历代妖族之王传承下来的绝世妖兵 妖王钩 这口刀的全称叫 十万妖王浑破钩 相传当年妖族兴旺至极 由此远远凌驾于人族之上 无数妖王争霸天下 到后来,有一位盖世妖王统一妖族 将兴风作愣的十万妖王全都抓起来 抽取魂魄祭炼 以妖王之血肉为材料 以天地真火为熔炉 将十万妖王最终练成了一把绝世妖兵 这也是天地之间 为之公认的第一魔道 只是变古以来 代表祖荣天阙人族最强神兵的山河剑 与妖族第一妖兵妖王钩 从来没有正面碰到过 可今天 此刻 圣君与妖后却不知道为了何故 几乎在同一时间拿了出来 严阵以待 妖王钩在我手中 乃是天经地义 名正言顺的 只可惜山河剑在你的手里 却是明珠暗头 神物蒙尘了 妖后 妖刀一挥 洒然有声 云上人 来吧 便在这一刻 营照在妖王钩上面的白雾 突然间疯狂涌出 将对面这座剑山完全笼罩 白雾迷蒙之中 似乎有无数猙獰的影子 前仆后继地冲了过去 而山河剑 也在同一时间 化作了万里乾坤 无数的人影顺势冲出 与对面那些奇形怪状的家伙 展开了激烈异常的战斗 一时间 明明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战斗 却像是万马千军同时开战 这也是妖王钩和山河剑的首次捧面 两把绝世骑兵 自聚灵魂 现在 妖后雨云上人 虽然二人都没动 可一刀一剑的魂魄 却已经先一步斗得天昏地暗 十万妖王蜂涌而出 遮天壁地 百万神兵风起云涌 浩荡出现 双方的配兵展开争斗 作为交战双方的真正参与者 圣君和妖后 反而没有了进一步动作 静静地站立着渊唇跃至 当然 这只是个假象 其实 两个人都在以自己的精气神 操纵着自己的刀剑 看着那些虚幻的灵魂在战斗 神情一呼寻常地渗住 这种层面的交锋 要比单纯的肉身直接对打 还要更加凶险 一招之差 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而这一战 两个人虽然是发起者 但却没有阻止他们战斗的权力 双方刀魂剑魄 本就是死敌 这一见面 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突然 圣君眉梢一动 强行勇力 一箭冲破战场 化作了天际流星 先退再闪 离开战局 冲上了高空 面对这一变化 妖后的百万妖魔 也随之冲起 妖后 白衣凌风 一略化长虹 三大妖灵 暗中隐服的 一直卫护左右的三大妖灵 立即全力出手 三道黑色流光 有如拼命一般 拦在圣君的面前 圣君大叫 姚兴儿 你真的要与我作对吗 妖后哼了一声 这还谈不到作对吧 大家不过只是在切磋嘛 话音未落 那妖王钩一闪 已经凌空飞至 白色雾气之中 十万妖王齐声力后 一道血色刀气 化作了惊天长虹 切磋 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能说出切磋 这么一句话来 圣君气得几乎又要吐血 遥远的天空 有一道血色光线 急所飞来 在空中一闪而过 刹那间已经来到近前 显然是往圣君这边来的 可是圣君现在 前有三大妖灵 后有妖狐全力追击 似乎是已经来不及揭影了 千君一发之急 圣君狂吼一声 手中的长剑 竟自化作星空 苍穹山河大千万物 轰然落下 整个身子也在瞬间 化作了千千万万 千千万万个圣君 同时出手 这一招几乎就已经是 圣君的权力 已经至少数十万年 未曾一见的圣君权力 再现尘还 轰的一声 正面拦截的三大妖灵 惨哼一声 有如断线风筝一般被击飞 而妖后 也是口中闷哼一声 身子斜斜飘飞 一下子被震出了不下五百丈 而圣君的身子 凌虹而起 急速地迎向那道血色光线 哒 妖王钩 自妖后手中脱手而出 化作了一道飞红 这一刀 速度之快 几乎超越了流光 妖后这一刀 却是在倒退的时候 强行忍住自身伤势 将全身修为 尽数融入到了这一刀之中 一刀出手之余 终于忍不住 喷出了一口鲜血 圣君见状大吼一声 有心儿 看儿 但纵然是圣君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之际 已已经来不及阻止那一刀了 那一剂恍如天际流星的刀光 后发而先至 没有任何阻碍 就将那道破空飞来的 淡淡血色光线 一刀从中截断 妖王沟 十万妖王的灵魂同时撕扯 拉着那道血色光线的后半截 直直的飞上高空 一闪之间 就已经不见了 圣君全力迎接 但这一刀并不是砍向他自己 而是面向虚空 妖王沟的风锐 纵然是圣君也不敢贸然迎接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血色光线 被一刀两断 前万劫发出一声悲鸣 似乎是濒死的呼喊 终于进入了圣君的身体 圣君狂怒万壮 发出一声仰天长笑 这一刻 他的愤怒再难以止 几乎就要焚尽天地 妖后白衣飘飘 脸上戴着两朵 稍有些不正常的阴红 更加的美艳不可芳物 他轻轻笑道 圣君陛下果然公餐造化 学究天人 修为甚厚之极啊 小妹真真是佩服极了 这次切磋是我输了呢 而且输得心服口服 外加佩服 切磋 云上人死死地盯着妖心儿 口中的牙齿几乎要咬碎了 三大妖灵已经再次越了上来 化作了三股清风 围绕在妖后身边 似是拱卫 又似乎是在戒备什么 半空中一阵狂烈的刀鸣 妖王沟折响而回 妖后轻轻挥手 妖王沟及时化作一道白线 落入他洁白的束手之中 手腕一翻 绝视妖兵就此消失不见 只见妖后浅笑盈盈 圣君陛下 今日切磋至此 已经是告一段了 圣君不败传说再写新篇 咱们再去下去喝茶 以做庆祝 再下去喝茶 庆祝 云上人顿时一口气 憋在了肚子里头 几乎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他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腰后 两久两久 突然间脸上怒气渐渐消散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轻声笑道 兴儿 既然圣意全权 这茶本座自然要喝的 请兴儿来到终极田 理所当然 还是我做动吧 妖后心中不禁一阵 云上人在极短的时间里 就恢复了正常态度 一派长袖善武 和蔼可亲 这份隐忍 这种素养 这份隐忍 这种自我控制力 无不让妖后心中凛然 口中却是笑道 圣君陛下 真是太客气了 既然如此 请 请 两人相对一笑 从遥远的高空飘身而落 几乎就在两人分手的衣食 云上人及时发布了命令 出动秘密力量 全力截杀妖后 与此同时 中几天圣皇宫方面的高手 大量出动 赶赴大西天 另外几道传达其他天地的命令 也随之下达 对于天阙范围内 所有署名为天兵阁的组织 全部予以取缔 但凡有反抗者 直接予以消灭 然后圣君就离开了中几天 圣君离开的原因很简单 三大基地其中的一个已经没了 甚至连自己布置下的分身都被打得魂飞魄散 那里自然也就没有再去的必要了 那里的下手者肯定会闻风远顿 绝不会等在那里等待自己去报复的 而眼下真正的当务之急 就是另外两个基地 不要再被敌对的势力各个击破了 每个基地中除了三位魔师外 还有一个坐镇分身 其他的全都是正在培养 还没有真正成型的万圣真灵 可以说是还没有形成太高端的抵抗能力 尤其是面对这次下手的那批人 他们既然有能力能够毁灭其中的一个基地 自然也就有能力毁灭另外的两个 他们显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虽然圣君并不清楚 这次下手者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 却始终知道 自己隐藏的三大基地之一彻底覆灭了 换言之 自己续养万圣真灵的事情 对于某些人而言 不再是秘密 既然秘密不再是秘密 已经为人所知 圣君反而不再畏惧 也不再担心秘密外泄 一向伪善的面具既然被撕开了 那么就彻头彻尾的做一个恶人吧 既然你们逼我现在就走极端 你们就要承受我的怒火 一百万多年岁月了 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这样挑衅我 当年唯一一个挑衅我的人 唯有紫豪 纵然他是一方天地 纵然他又另外一方天地东黄雪泪寒为援 还不是被本圣君玩死了 他的下场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下场 甚至比他更加凄惨 我会让你们 在此之后所要做的每件事 都变成你们的埋骨陷阱 圣君再无逗留 转头而去 本集故事由至尊听友 寒风吹 展至尊特优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